哈囉大家好 這邊特別跟大家做說明 因為這個T8 T8的燈座 它其實是 比較保軟的 有一些是用 鋁的 這個是用冷嘎板 它可能會有這樣子的現象 就是說你看 邊邊當然是四方的 因為邊邊多了一個框 所以基本上這邊不會變形 那在這邊不會變形 然後對面這邊 如果也都沒有 這邊也都四方的沒有變形的情況之下 這裡 沒有變形 那中間可能因為運輸的時候 可能有壓到它有點變成小梯形 這邊有一個斜弦 有點小梯形 或是說像這一個 這一個大家看一下 可能是比較嚴重一點 很明顯 像這種情況的話 像這種情況的話 看看這邊 因為它這個是軟的 所以你可以用手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喬回去 稍微喬一陣之後 它安裝上燈罩之後 其實鎖在上面 天花板上面是不影響使用的 那由於運輸的部分 其實很難避免 因為這個商品式 它是比較軟性的 它是比較軟性的 那再這樣看一下這邊 像這裡 它也彎曲很明顯 對不對 這裡有彎曲 運輸的時候壓到這一邊 然後造成這邊彎曲 像這個部分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可以稍微這樣子 這樣手折一下 把它翻回來 放在這裡這樣壓一下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軟的金屬 那像這種情況呢 基本上 我們不會認為說 它是有問題的商品 那 這是判定的部分 那判定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 你這裡 這個地方 有壓損壞了 這裡扁掉 或者是說 整隻當然被摺彎掉 整隻被摺彎掉 那很嚴重的那種 那個 就 可以造成是嚇死 但是如果像這種小背景 基本上 我們不會認定 它是嚇死 這是一個重點 我拿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這樣 好比說這一組 這一組 大家可以看到它過 它裝上去之後呢 其實它這邊呢 也是有被壓到變形 這裡有被壓到變形 但是呢 我們燈罩上去之後呢 補充在天花板上面 這樣子 日光燈是這樣子 那這一類的 這一類的燈座 其實它的價格都很便宜 這一類的燈座 價格都很便宜 所以它不會去用 很厚的鐵去做 做這個燈罩 那 當然鎖上去之後 燈管 為什麼我們會強調說 左右燈管是正常 這邊 如果是兩側是正常 這邊就可以正常安裝進去 那安裝進去之後 它這邊燈管這樣子裝 就不成問題 然後這邊 同樣的 兩側 這樣子裝 也不成問題 至於 燈座 甚至於是燈罩 它有點小扭曲啊 小弧度啊 這樣子 這些都是屬於正常的 那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呢 我們會建議說 你就不要購買 因為其實 有時候客人只買了 只買了一座 像這樣子 那這麼長 不能計超商 我們只能夠計宅配 當然我們會妥善保護 我們會用 我們會用那種 那種氣泡帶 這樣子捆起來 保護 當然也是希望運輸就平放 但是有時候很難保 有時候司機不好控制 如果它 萬一有重壓到的話 除非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不然的話呢 我們是不會接受說 這個 有一點 委屈啊 然後變形說要退貨啊 或是要換貨啊 之類的 因為 一個宅配運費 可能就要100塊錢 那 你一個 退換貨 光給宅配的錢 都比這一支還要貴 那 這個是沒辦法克服的部分 因為 其實羊毛出在羊身上 如果你整個燈座 都是要那種厚的鐵 並不是說厚的鐵 它就不會變形 反而厚的鐵 它沒辦法像這個 手動的這樣子 手動的這樣子 把它的形狀 恢復 厚的鐵是沒辦法的 這種軟的鐵 倒是還可以 軟鐵 我們可以用手動扳一下 就恢復了 像這裡 有點下彎曲 對不對 我們手這樣 往上扳 往上提 它就會恢復 往上點 這裡也有點下彎曲 也可以往上提 它就會撐住 那 這個是很難避免的 所以我們特別拍一個影片 做個說明 希望 希望這個部分的話 不要造成大家 買賣上面 會有 會有誤會之類的 那 影片到這裡 感謝大家 掰掰